接着就拍照 接着就拍照 接着就讲 明白,先播给他看 我一边解画 好了,先坐吧 我转一下 我先讲一讲 我先讲一讲 你谁会控制的片子? 在这 这个不关系 这个不关系 不是,我以为我助手给我 OK 我先讲几句,让你知道那些片子是什么 等等 我想第一条是我们程同行的 第一条是程同行,第一条是 第一条是程同行,第二条是程同行 OK,好 那 我们经历了上一次记者会 十几天 我就收到很多意见 就是feedback 其实社会人士很关心 也有些就是说 他不 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不明白呢? 他说,喂,你的片子怎么证明到无辜 有些就很明白,有些就不明白 那么我们为了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明白 于是我就 做一些对比 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些是旧东西来的 不过旧东西呢 因为以往是在菲律宾播播出的 第一条片呢 就是我们程堂的片 就是我们成功找到一间电视台 当天呢,就是跟着搜查的 我们 程堂那条片呢 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就是 阿福 梁树福 我经常叫阿福 阿福呢 就是自己 倒过背囊的东西出来 作为搜查 就是那个警察叫他 喂,你倒出来 他就倒出来 然后逐天逐天 接着呢,就没有东西了 那么就放下去 这个呢,就是我们程堂的片 好了 那么 有人就不明白 那这条怎么证明无辜呢 原来呢,你对比 第二条片 就是呢 当 当晚 他们的新闻呢 就有一个电视台 就是另一个电视台来的 OK 有三番电视台一起拍的 那么 那 另一个电视台呢 就直接播出街 就播 啊,官方搜到你的兵了 这样 那就破获了 那就是 头条的新闻来的 OK 好了 那么那条片 为什么会跟我们第一条程堂不同呢? 就是 原来播出街那条呢 就是由那个警察 或者海关 或者緝毒局 是他去 找开 打开背囊的 就是很明显的是 两个不同的做法来的 那么 而那个呢 就是 播出街的 菲律宾的电视台的片 明白吗? OK 那么呢 你看完之后呢 他两个的搜查方法啊 倒出泥啊 等等东西呢 是完全不同的 OK 那么 大家也可以 或者各位市民 各位记者呢 用你的福尔摩斯的头脑 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 或者那个疑点在哪里呢? 或者是哪个才是第一次手 哪个是第二次手 会不会是警察第一次手呢? 有没有可能呢? 那个緝毒局的手完 然后到 那个 又叫阿福 又再倒出来 又倒下去 没理由的 是不是? 如果你说第一次 是吧? 所以呢 你看完呢 你就很容易明白 或者市民 就很容易明白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 有很多市民还是 不容易理解得到 好吗? 那 我们不如就播了 好吗? 先播第一条 就是我们程堂那条 就是 我们认为是 阿福 他被命令 去 开了背囊 然后继续继续拿出来 还有倒一下 看看有没有在里面 那个 这个我们认为是第二次搜查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搜查 对不起 等等 再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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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头 OK 这条片就是我们程堂的片 你看到这个叫做 其中一个被告人 打开一些东西 拿出来 他自己 这个才是 这个 阿福 他的背囊 倒一些东西出来 一件一件 一件一件 拿出来 就是这样 抄出来 抄出来 抄抄抄抄 没有了 OK 然后呢 没有东西了 没有了 展示给人看 没有了 指着 那些呢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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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神那些金文医子 做个动作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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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一些东西 打开 开始打开 即是搜查完了 如果你不搜查完 不可以可以把它放进去 对不对 打开 打开 他不相信 再看再看 这是另一个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次搜查 搜查完 再放进去 好了 现在接着播这个 就是菲律宾的电视台 另一间电视台 另一间电视台 就说 政府 当时 咦 我们接着拍照 搜查了 这是那些批读人员 他就说 咦 有了 很短的 再来 再试个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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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着 这个人 这个人是 录音 这个人是 是吧 alien control officer Bureau of immigration 他 就说 我找到阿福的背包 有了 好 你要拍照 是吧 你播完 播完 多两下 这么短 是 慢点 再停 对了 再来 再来 不要紧 那里有几秒 黄金时段 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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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出街的 如果你们上去的电视台 上去的电视台 你是可以找到的 是否 difficult 是否要绘画了 不是 要绘画 应该要绘画 你绘画 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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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会不会绘画 绘画 绘画 这边 行 你先等一等 其实我们应该两个画面就比较好 就能显示了 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两个画面 做到这么厉害? 那我们就做两个画面出来 我们的程堂那个 拉长一点 先拉长一点 这个不是,是另一个背楼 这个是谁? 陈国栋 陈国栋那个?没有 这个 就这样 可以 看得到一张画面的样子 看得到一张画面的样子 放下手的有没有? 多一秒 多一半秒 这个 可以了 你就拉长它两边 会有二分一可以吗? 不是 就是你两个window 两个拍着 side by side 好吗? 小一点 拉下面 好 开灯 就是这样 我这里为了大家 我现在已经预备了 硬照给大家 你们有没有? 不是啊,桌上有 好,我知道 你等一下,我先照顾这边 你有硬照的那些 OK 一间先 等我先搅拌 我这里 大家拿起这个 他说要去那边吧 在这里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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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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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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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轉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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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嗎 行,這位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 再 infused 再inton一點 好 好 在看鏡頭 三位右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阿桃 阿桃 後一點 OK 後一點 好 我希望這次能解得明你們 亦能解得明市民 透過你們 開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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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開翻燈 開翻燈 因為可能我們先入爲主 我們自己熟悉的案子 我們就覺得很清楚 但是外面有人不清楚 要解到你清楚為之 好了 我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了這個 就是 這是最大的疑點 其他我不詳細說 OK 第二件事我想說 因為我們和律師 還在聯絡 他還在預備 最後的版本 覆核文件 現在我們應該先做覆核 然後 希望覆核成功 已經是無罪 那覆核就是原本的法官 但是我們就把 我們覺得那些疑點 會再更加詳細 再表達一次 那律師就在做最後的文件 那這兩天要finalize 就是最後 就要交入法院了 OK 當然 如果覆核不成功 我希望成功 如果不成功 我們就可以再上訴 那就是上一級的法院 有幾個法官 就不是一個法官 好了 這就是報告第二項 就是法律程序 各方面 第三就是 我們就 上一次記者會之後 我們就跟大家說過 我們就會去信給特首 好 也希望特首和中央都可以關注這個案件 和菲律賓那邊 表達關注 那麼 就向大家報告 特首呢 就回覆了一封信 就說 他希望呢 包括若見他那部分 就希望我們先 他轉交給保安局和入境處 然後叫我們呢 加上這幾天 他就猛問我們 那個 覆核文件 究竟預備好了嗎 如果預備好了 就盡快給他 然後呢 究竟他要看完 就決定 和我們見面 還有他會不會有些行動呢 那就還未覆我們 他覆了我們的信 就說程序上 就請我們呢 就是和 和 保安局和入境處 就會叫他們跟進 那又叫我們 盡快呢 他就 加上電話呢 就希望我們呢 將那些覆核的文件呢 就盡快交給 保安局和入境處 當然我們也想快 那我們就要再吹律師 那律師呢 這兩天一有 我們就馬上會給了 那我們也希望呢 就是我們給了文件 特首辦之後呢 就是保安局和入境處呢 都希望能夠得到 特首的正面的回應 那 我也知道呢 就是 在我們上次開了記者會之後呢 就是 保安局長呢 就應該有去信過 給 香港的菲律賓領事館的 OK 那麼 菲律賓領事館也說呢 答應呢 就會轉交去 馬來拉當局 OK 但是呢 我們也希望呢 因為呢 特首和中央這個層次呢 就是再高一個層次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呢 能夠呢 得到他 的 兩級的 關注 那 能夠呢 就是 有 我這裡自問自答 因為呢 有一些 媒體 或者 網上的留言 就問 那明明是法律程序 那你政府關注有什麼用呢 有兩點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是有用的 第一呢 就是 因為 現在控方呢 他就認為 那個片呢 他那個才是 電視台播出那個 就是唯一的事實來的 就是那個 Wincher Child 那個 緝毒官員 OK 我們呢 就說不是啊 喂 其實呢 是支持 是 我們受命令之下 去逐一件事拿出來 還有呢 是 抖個袋 很明顯 這兩次是不同的搜查來的 當然有人會問 喂 那你用你的頭腦 喂 會不會是 我們那個不是第一次啊 他那個第一次 你想一下 不合邏輯的嘛 如果你第一次都搜到兵了 那你怎麼第二次還叫阿福 拿些東西又放進去呢 所以呢 很有可能呢 就是 我們的說法才是真的 真相 搜完第一次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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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的版本就說 那個袋 就離開我們的視線 然後 然後呢 有隻狗就撥下去 就說 找到東西啊 那隻狗說聞到啊 然後呢 這個官員就自己來了 他也不叫我們去 OK 自己來手了 那 所以呢 如果 我們的特首 我們中央政府 看完這個 很重視 覺得這個是重要的疑點 或者其他啦 加上 他能夠 如此向菲律賓的 很高層的當局表達 我相信 就是 我主觀的良好願望 就是 如果我是菲律賓當局 有 一個外地的政府 或者外國的政府 嘩 喂 有些這樣的疑點啊 那我是不是都應該 我會 再 進一步調查 進一步福檢 進一步呢 去問一下那些伙計 一路下去 當時的 究竟的情況 是怎麼守法呢 為什麼會拍到 拍到片啊 記住啊 是同一個場合來的啊 那會不會真的 其實怪錯人呢 那 我主觀就很願望 就覺得 如果你去到這個層次那麼高 才有可能呢 就是 令到菲律賓當局 在行政那邊 就是 警方 緝毒局 政府那邊 或者司法部 重新檢核 覆核這個案 記住 這個覆核的案 就不是法院自己覆核的問題啊 如果政府覺得最後 咦 有些疑點我們啊 那麼他在那個 覆核那裡 法官那裡 我們香港的制度 我不知道菲律賓的制度 香港的制度呢 它可以叫做 by concession 就是叫什麼呢 我同意一些案情 咦 可能我們收回 或者呢 收回一個指控 又或者我們呢 就同意那裡 是有些疑點 就同意那個上訴成功 都可以的 就是香港 OK 正如說 如果那個菲律賓當局 看完之後 就覺得我們 在完審的時候 陳那些詞 給那些證據 咦 可能是有些 有些不足的 或者我們看完之後呢 本來沒有驚動到總統呢 可能不知道有這些 但是驚動到總統了 再去覆檢之後 更加高的檢控當局 他認為 喂 當人家去覆檢的案 在上訴案的時候 我們官方 即是控方那邊 採取什麼的立場呢 是不是好像原本的立場一樣呢 或者甚至我們覺得 是不是有些要修正呢 甚至是收回控罪呢 這個呢 我當然是主管來很願望的 我希望是這樣發生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靠 我們純粹在那個 向法官來做覆檢 或者上訴 能夠獲得法官 這是一種的可能性 OK 法庭打贏 但是另一種可能性呢 就是 其實如果 控方那邊 政府那邊 負責檢控那邊 他本身都要覆核自己的案子的話 其實這個是相關齊下的 OK 明白嗎 所以呢 有人就說 是不是叫我叫那個 菲律賓政府干預司法呢 當然 有一個第二點 就是 如果政府 他覺得自己 是有些 缺失 或者缺疏漏的 那麼 究竟政府可以透過什麼行動 根據菲律賓的法律 來讓我們獲得自由呢 我不知道 OK 因為我不是那邊的法律專家 但是 究竟有什麼呢 那麼究竟 可能會不會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程序 是我們不知道 而是可以做到的呢 那麼 這個呢 也值得探討的 好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 說特首要出手 中央政府要出手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好 那麼 第三樣呢 就這樣 我們要報告一下那個籌款 那裡 嗯 柳哥 你講的 好嗎 你報告一下 好嗎 由十二十七號 到今天 我們的眾籌戶口 所得的款項 是二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 OK 你那個戶口的號碼 你拿出來給你看看 就是這個 中銀這個 我們呢 收到呢 就是有一些 要求 或者關注 包括我自己 啊 那些朋友啊 或者辦事處啊 電話啊 email 什麼都有 他說呢 我不是歧視中國銀行 啊 不過他說呢 就是我們入錢 就是 可不可以呢 就是 多一個戶口 就是 是 因為香港兩大銀行而已 老老實實 一個就是中銀 一個就是 另一個銀行的組別 那我就 好啦 我就問他們 就是找找找 找到呢 就是 阿嬌姐呢 有一個戶口 就是匯豐的 那我方 希望呢 第二個階段 我也公佈多一個戶口 就是 梁樹嬌 OK 好 站在那裡 好 站在那裡 那 我們今天呢 正式 就是代表 家屬 就是呢 公佈多一個眾籌的戶口 就是 匯豐銀行的 號碼 看到了 0638 031724 就是他的 OK 有兩家人 每人有一個戶口 那麼 我的監察呢 就是 每天呢 我都叫他一定要給我看 還有呢 他 有一個呢 就是 在那個 電腦看到 就是 每天都有人 入錢的 OK 那麼 最低的一百元都見過 有些呢 就是兩萬元 都試過 OK 那我們希望呢 集疫成球 因為實際上我們的目標 真的要 成三百萬 那麼 我們已經過去 已經花了一百萬 所以我希望呢 如果市民 是 肯幫助呢 我相信 也是對他們家人 是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 方便呢 再加多一個匯豐的戶口 OK 變成兩大銀行的 機器全部都可以用到 入入錢等等 這些 OK 這個 先坐下 好了 或者呢 蕭姐 我們也收到一些 市民的 鼓勵的話 上一次我就叫市民 如果你 無論是email 寄一些卡 寄一些 Whatsapp 我也收到一些 再轉給他們 那麼 可以呢 對我們稍後呢 因為最近呢 不好意思 他們都 算過錢很貴 去菲律賓 可能因為 那些 菲傭 是吧 去到四五千元機票 所以呢 對他們來說 因為我們的眾籌 全部是給律師費的 其他一些是他們要自己給的 那麼我們希望呢 如果 同一個機票的費用呢 可以探兩次就行了 所以我們就不選擇 這個和別人一起去逼 所以我們暫時呢 就希望等個 不要那麼貴的時候呢 我們盡快呢 就過去探他 過了假期 對了 過了假期 那好了 你讀一讀那些 讀幾段的鼓勵說話出來 是的 那有些呢 真是很有鼓勵性的 他說絕對相信我們這些家人呢 是無辜 叫他們加油 掌握他們的一句 還有呢 有些呢 鼓勵呢 就希望他們呢 真是平平安安地回來 是的 還有呢 能夠 還他們一個天白 好了 還有呢 有些呢 都是加油啦 希望他們能夠 成縁得雪啊 有些呢 有些呢 就是說 希望你們可不可以 如果多一個戶口 可不可以多些人去幫助手啊 那都是很多鼓勵說話 還有呢 就希望他們四個呢 真是無事 平平安安安地回來 那有些呢 都是希望呢 幫到他們四個啦 還有有些呢 如果我們也要是 那邊做生意的 都懂得很多鼓勵的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我們手的 就是那些副子 鼓勵我們的說話 讓我們看一下 樂正言的幫我們 我們都很多謝 對 其實這個都很開心 很多說話 讀不得很多 很多段 我們都是讀幾段的鼓勵說話 其實我們都很開心,很感謝你們 希望大家面對這件事,真是大力支持 好,最後講一點就是這樣 因為剛才有些台,你們說希望我們可以給他們那條片 為什麼我都是律師,我都不想害你們 你們主要有法律顧問 因為我們程堂那段 雖然我們不是拿了一個版權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法庭的程序 我相信菲律賓都應該有,好像香港那樣 有法庭的程序播過 我相信你們如果是播出來 而是因為法庭程序,我相信是OK的 但是因為另一條,就是那個 電視台,GMTV是嗎? UNTV是嗎? 你說這條是GMA的法庭程序 這條是另一個電視台 ABSC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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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菲律賓最大的兩個電視台之一 因為這是她的片 你們的電視台都知道 那究竟我能不能拿她的片給你 那我也有點疑問 我只能夠說 我今天在這裡作為記者會 我播給你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我不是用來 當作一個報道的 我是用來開記者會 這個也是protection的 是一個公義的程序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叫我給那段原片給你 這樣吧 如果你要 你網上其實自己找到一個archive 你的法律顧問 你認為可以這樣播 你就播 如果你說不行 那你播我 現在播這裡出來 我猜應該被告的機會是小很多的 你們聽了明白嗎? 因為我是記者會 所以特意播給你 然後你就拍著他 我這裡的場合來播 所以是secondary 我估計 如果那個Philipan電視台 要去告你的電視台 我相信是比較難的機會 當然如果真的要告到的 我相信錢也不是太多的 侵權有多少錢啊? 是吧? 以及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你的電視台一定是賠得起的 OK 我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不給你一段原片了 不是害你 你老闆也很難交代 OK 最後一點就是這樣的 我和你分享一個經歷 因為這幾天 我也有機會看到一些人 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撞到的 就是一個毒品調查科 以前的總警司 香港 OK 我不說他的名字了 OK 那麼 他呢 老實說是老差骨 他沒有做的了 已經做了幾十年 說起這件事情 他又不是特別很留意 於是他就 剛剛喝茶 看到 我就跟他講起這件事情 很詳細說 因為他今天是老差骨 你一講幾個位置他就知道 他聽完之後呢 他就對我很大的鼓勵 他說你一定要幫忙齊 他說這件事情 根本我們 哪有可能幾個人 毛尼拉沙拿一些兵 然後走去那裡 你就算是說在菲律賓買一些兵拿上去 運到哪裡呢 奇奇怪怪的 數目又不是很多 然後呢 還說原本是什麼 那個船呢 一邊走一邊做 製毒 然後呢 那些煲煲餐餐 什麼毒品 什麼化學品都沒有 他說 真的講故事嘛 因為控方案情就是這樣 他說控方案情 沒有可能是這麼發生的 我告訴你 我去 真的有一個香港毒品調查科 這麼巧而已 總經司 其實你們都可以 我引擎你們 因為你們都很多的警察的contact 你都可以邀請一下他們 評論一下案件 或者是機會是多大呢 有沒有疑點呢 我覺得對香港人 去了解這個案 究竟是不是無辜 都是有幫助的 OK 那我和你們分享一個小的故事 好 那我看看你們兩位有沒有其他補充 有沒有留到 沒有 沒有問題 OK 我講了一些理名的法律程序 就是和局門去判斷 你們 就是這幾天會交民間 還有就是交民間 還有就是交民間 就是之前的程序 就是新的程序 就是你們有沒有信心 是需要再思考 就是有沒有信心 就是有沒有信心 等一下會去重建 坦白說 你問我呢 我就 我已經重複一次了 就是 如果我們的政府 不是一個很高層次的表達關注 跟我們的中間政府出手的話 我就覺得純粹是根據說 菲律賓的法律制度 就會說得到公義啊 無論福建也好 上訴也好 我不是很大的期望 但是如果我們的政府肯出手 表達很高層次的關注 包括我們的政府 或者中間政府 如果是把這些疑點 成為他們 心裡面 向一個政府 菲律賓政府 表達的疑點 就是不只是我們辯護的人 表達的疑點 而是成為一個 政府與政府之間 覺得我們一些公民 被你敢審訊 裡面的案 出現的疑點 我覺得這個層次是不同的 我覺得這樣才是 或者有機會在法律的 任何程序裡面 能夠幫助到 我們能夠得到公道 所以我們仍然是很扯林鄭 和中間政府 簡單來說 我們不是不做 那些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照做 當然你說 如果最後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神奇 哇 原來特首又不表達 只是李家超出了一封信 給香港的領事館 然後中間政府又沉默不語 然後我們又成功 那當然很幸運 就是大話夾很幸運 當然背後會不會有發功 我不知道 不過我只能夠說 我暫時就一定要 扯動特首 他真的要幫忙才行 這個是重要的 我覺得 那麼多個香港政府 可以幫助 香港政府 等於是另一個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 那是法律程序 而是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 或是法律程序 大概10多天 早上 我們寄了一件事 於我們寄了 我們寄了 在任何處理的 法律程序 因為我們 特別想 因為 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 to request a meeting to convey our message directly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we receive a one-sentence reply saying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 has delegated the first step delegate the function to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n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for further handling so I suppose it's not a decline of the meeting it's supposed to be we go through a so-called delegation procedure so that we can present our doubt, the case, the message to the Secretary first an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first well, we are specifically ask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we shall file a copy of the review document or the appeal document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o that they can read carefully on it well, we ask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we asked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express their view t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because, well, as a responsible prosecution if the President receives the letter and shall order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or a review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well, he may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he may make some concession on appeal or review he can even withdraw the charge if allowed by the Philippine procedure he can do whatever within the law to reverse the verdict or any other procedure in order to let the prisoner free I don't know the full and comprehensive procedure of the Philippine law but I believe that high-level government-to-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achieving the justice ? 我想問一問,現在菲律賓島邊的復合程序大概需時多久 在這段時間,有沒有可能或者有機會找到更多 證明到當地在船上多的情況會流出來 最後也想問一問,菲律賓島邊曾經跟我們說過 即是考慮過手,就是在國安排出去上訴 當地的律師又不是說過現在那邊的交情嗎 我回答了你慢慢的,三條題目 第一,你說什麼進一步證據呢? 我們在做夢也想找到最終的證據 不過真的要很耐心 還有我們有時候,我們以為很清楚的事情 原來是要很小心表現的 譬如剛才這樣,我告訴你,直到最近這兩天 你不斷反覆想的時候 才發覺,為什麼有人會不明白呢? 我們一起去量度,跟助手 發覺,對呀,原來不明白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自己很明白,就以為別人也明白 同樣,會不會我們很明白 以為官員也明白,是吧? 那你appear,或者review也很明白,是吧? 不是的,都要畫公仔畫出場 小心,詳細一點寫 等那個法官也好,或者控方也好,或者我們特首也好 或者李家書局長也好 很明白才可以 或者我們中國大使也要很明白才可以 因為我們真的經常都 弄一些資料給他,然後就說 你看看他多冤枉 有時候我想一下,會不會人家真的不明白 也不要問我們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要見面呢? 有時候你見面呢 大家有一個對答嘛 譬如我和你這樣對答 我回答你呢 你會知道我其實不是回答你 或者我在回答你 但是呢,如果我就這樣 對一些資料呢 是不是他就明白呢? 我們也會害怕的 所以呢,為什麼我說 為什麼要見面呢? 我希望,坦白說透過你們 我希望特首呢 你見到我們呢 這個也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見到我們 其實呢 特別是那個在囚的人呢 是 含淚最後的時候 跟他們說的 這個說話呢 我希望他也明白 是 他見到他們家屬 其實那個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你給了一個 叫什麼 嗯 鼓勵 給那些在囚的人 在囚的人很可憐 他現在是面對終身監禁 你究竟這個程序可不可以呢? 但是 如果我們的特首是關心的 起碼你能表達到見過家屬 他當然不會叫特首去探監 菲律賓 他就更好 是吧 或者他 中國大使就去了 是吧 如果李吉祥說去 我去訪問也可以 是吧 我不一定去林鄭月娥特首 是吧 但是 但是 如果他見到家屬 其實我們告訴那個在囚人士 不是啊 特首見過 至少 對他們說 我想你幫我找特首 我們就找了特首 如果告訴他們 特首不見了 那個人也會沒有人 也會沒有這麼有鼓勵 對吧 所以我希望 明白 有時候是一個 心理 你說心理也好 你說實質也好 你說是一個鼓勵也好 這是很重要的 人的事情 你想想 如果生無可戀 慘啊 沒有希望 人家最怕 在那裡 想不開就死 對吧 我們真的很害怕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都叫 就算他們去不了 機票很貴 反正對他們來說真的很貴 那麼 已經用了百多萬 之後 用那些探監啊 那些食衣食那些 根本就不給錢 沒得吃的 所以 大使 為什麼我有時候 我也要謝謝大使 你叫他參監 他就 踏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從馬來拉 現在近一點 以前幾個小時 現在呢 我叫他幫忙探探 我們先頂住 因為當地 你是一個多小時 我們五千多塊 我們真的頂不住 不是開玩笑 如果錢不是問題 他們過去 找個人專負探監 但是沒有嘛 普通市民 所以是困難 所以我希望照顧你們 我們是希望 為什麼特首 能夠見到他們呢 我知道 如果他忙 我先給他一些資料 李家超 由經署 看過 到時候可能面對面 說得清楚一點 就是這樣 司法程序大概需要自己問 那裏是這樣的 福檢 那裏呢 律師說 應該半年有機會完成 就是說 我們先拿一份福檢文件 進去 然後對方的控方 就可以答辯我們這份文件 好了 然後法官看看還有沒有事情 要進一步 問兩邊 陳詞 如果沒有 就排期開審 我們沒有知道他有沒有上訴 對方總統那裏有個發言人 其實上個禮拜十年二十年 我們就有一個報 就提到 跟司法部那些在談一個 染犯的可能性 有沒有聽到一些相關的 沒有 如果你們可以 什麼 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 我就看報紙了 你看不到我就看不到 沒有 我們都想了解 我都了解不了 沒有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訊息 我們暫時沒有討論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他那個說法是說 換地服刑 我們怎麼會呢 我們都無辜 回來坐終身 他們怎麼肯呢 是吧 是吧 除非我們已經是 福建又不行 上訴又不行 終審庭也不行 然後 然後 其他任何程序都完結了 那我們就要面對這個抉擇 是吧 到現在 我們怎麼會肯 老實說 沒有可能 是吧 你問我 我叫他們去探監 跟他們討論 我想他把你踢回走 而且你跟他們討論這件事 是很傷害他的希望的 心情的 我真的害怕 大哥 不要開玩笑 我現在跟他們說 死也要頂住 真的 人的最沒有希望 是很害怕的 真的 已經是這麼惡劣的處境 是吧 所以呢 我一定不會跟他們說 喂 你有希望啊 回來服刑啊 終身監禁啊 我一定不會跟他們說 對不起 現在一定是福檢上訴這件事 一定是政府介入 去表達關注 這才是重要的 那我再說一件事 就是經過電話 就是經過監禁之後 那他們在那邊的情況 處境是沒有討論的嗎 沒有啊 談不到了 談不到了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你們的狀況 就是生前啊 身體啊 的狀況 不是 我們據大使講 都還 大使講 大使講 還OK啦 我們沒有詳細講 你知道大使也很忙啊 律師也有去過一次 因為他要跟他討論福檢那些 那些 律師也覺得他都OK OK 就是說 還頂住 就是這樣 頂住 心情啊 因為 你記住 律師是跟他搞上訴的 那些 所以 人也有希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從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不會 就先說那些 說什麼 換反換地 復營一定不會說的 你沒有問都沒有問他 老實說 我覺得暫時都要頂多人間 就是 你任何的 我們是認為 絕對失望 絕對絕望 才會做這件事 我們不會想這件事 所以找個國這樣 那你說多可以 答案 我問問你 問你所用的 有關披囤的 判案 那是 是 勤論 不來 真的 所以 那些 就是 如果 你認識 那些 受罪 那些 人 I present these two video clips to you a film segment well why the second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 pronouncement of live imprisonment because many reporters and citizens fail to understand why when I show one video clips they fail to understand why this can show our innocence prove our innocence but if I show the two together you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more so that's why from this example even when you present the lawyer present to the judge maybe the lawyer feel that we have very concrete evidence but if you fail to present in an easily understandable way maybe the judge actually cannot understand or fail to understand the full extent of your evidence that's why we ask the lawyers to review the first presentation and to try to file a more comprehensive argument and logical de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so that we can convince the judge on second thought on the review process can reverse the verdict okay briefly tell 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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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rgument the keeping argument you filed for the appeal and are you confident that you can overturn the convictions well we try our best well we try our best of course we together with the local lawyers will try our very best to present the full extent of weight of our arguments well let's say from this example if we put the two video clips together it shows a two scenario two searches and so the happening of the search or the investigation we have very concrete evidence to show at least to have a reasonable doubt presented but honestly without the senior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 am not very optimistic that by its own the legal procedure we can have finally can achieve justice eventually through the pure legal process okay 多謝你們 多謝